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分数的次方的排序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请将下列四个数由小到大排序 好这里请你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分数有正有负 负的乘起来有正有负 我们务必遵守一个原则 务必记得正的一定比负的大 所以呢基本上呢你要把它分开 拆成呢乘出来是正的或乘出来是负的 意义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来看六次方偶数次方都是正的 负七分之三的六次方 跟负七分之三的八次方 这个都是正的 这一定比较大 负七分之三的六次方 因为有六个负乘出来就是跟七分之三的六次方 一样 负七分之三的八次方 乘出来就是跟七分之三的八次方 一样 那到底这两个谁大谁小呢 我们知道 七分之三里面这个数字呢是 真分数 介于零和一之间 所以呢它是越乘越小 八次方一定比较小 六次方一定比较大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 负七分之三 它的六次方 会大于负七分之三的八次方 这个最大 负七分之三的六次方最大 负七分之三的八次方 第二 这个是第一部分 正的来比 六次方比八次方大 接下来再比负的 负七分之三的五次方 和负七分之三的七次方 谁大谁小 首先我们处理它的符号 五个负号算出来是负的 负的多少呢 七分之三的五次方 负七分之三的七次方 有七个负号 乘出来还是负的 负的多少 七分之三的七次方 我们先来比 没有负的这个情况 比较单纯 七分之三的五次方 和七分之三的七次方 同样的道理 七分之三是介于 零和一之间的增分数 它会越乘越小 七次方一定比较小 五次方一定比较大 那所以加上一个负号之后呢 负七分之三的五次方 本来七分之三的五次方 是比较大 加上一个负号 它变成欠的比较多 所以它就比较小 那七分之三的七次方 本来比较小 加上一个负号 它会变得比较大 但是不管大或小 这些都是负数 负数一定比正数要小 那可是题目呢 要我们从小 由小到大排列 所以负的最小的呢 是这个五次方 这个最小 负七分之三的五次方 最小 再来是负七分之三的七次方 第二 那再来是 八次方 负七分之三的八次方 再来最大的是负七分之三的六次方 对啊 好 一分之三的七分之三的七分之三的七分之三